你说这违约的赔偿金 我怎么办 天儿哥 栓子那批货肯定有问题呀 对 工商管理局的人说了 他那批货就是不合格的产品 说完了他就是拆机在重装 他只用了部分的进口部件 不是 别说了 栓子人呢 找不到了 我去找过了 他邻居说他不在 说他爸妈从来就没回来过 这小子还跟我堵着花 说这些没用了 天儿哥 不是 医院那边 我们一定要负责 是我们卖的东西出了问题 我们就一定要负责到底 不是我们 是我 是我 说这些没有用 天儿哥 这样 我们要给医院和病人一个答复 绝不可能因为这一次的事情 把我们春小医疗的信息给毁了 船上说得对 船上 你们听我说 医院要求的赔偿金额不是小数 对于我们来说就是天文数 天儿哥 再多的赔偿我们都得赔 这不是一个小事情 我们要让医院知道 我们春小是有担当的 不然 不然我们春小 可能真的没有以后了 我们一大笔钱 压在了工美的货上 另外一笔钱 拥在了医疗设备 我们现在手头哪儿还有什么流动资金呢 这样 你跟医院那边说 我们绝对不会赖 五天 给我五天的时间 我保证所有的钱一定到位 不是 行了 你们快去吧 我去 不是 停 抱 快去 快去 小梅 没事啊 我都能解决 我都能解决 都会过去的 要不我直接找向南去吧 让他把年底的分红提前给咱们发了 千万不行 天儿哥 做生意最讲究的就是规矩 咱们跟南哥的生意 分红从来没差过一天 现在这货越来越多 占用的资金越来越大 你在这个节骨 要让你找到分钱 你不是为难他吗 那你说能怎么办呢 你先别急 不是还有两天时间吗 再想想办法 进 小梅 这个时间你怎么来了 过来看看你们 段磊的信寄到你家里了 我怕有什么事 正好给你带过来 没事 再想想办法 甚至於再给你一steps 你看 一下 哈哈 怎么了 怎么了 端雷 去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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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有本事 给我比单双杠 比就比 我打小就跟景光林那边上一块练 这单双杠 才是我强项 一百零五 一百零六 怎么样啊 小春天啊 服不服 雷哥 兄弟贵兄弟啊 懂 让人不让 能跟你再比比赛 薄言 有你这样一个对手 我也觉得挺痛快 打劲个几 咱俩 就是生死的兄弟 一辈子的战友 一辈子的兄弟 帮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给你带了早餐 吃点东西吧